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但是 但是 意外却常常彰显了 某一些事情的本质 我们每一天过我们的生活 早上起来出门工作 上学读书 晚上回到家 有睡觉 往往透过意外 你会发现一些事情的本质 怎么说呢 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就让你发现 飞机的本质 是一个非常快速 但是却危险的发明 核能电厂爆炸 就让你发现 核能电厂的本质 是高度的能源效率 但是也有高度的风险 存在 因此就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 什么叫做安全 什么叫做方便 这一群初代教会的使徒 他们怎么看待意外这件事情呢 看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意外当作是一个插曲 他们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认识上帝与他们这个群体的关系 他们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前 我认为他们觉得上帝赐给他们能力 他们在各处见证上帝的名 就会有许多的人来到他们的教会 受洗加入他们这个群体 但是这个意外发生之后 他们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眼光 来看待上帝与他们这个群体 或者与他们个人的关系 我们刚才在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八节 他们用了三个重要的眼光 来看待这一位意外之上的上帝 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这位上帝 使徒们在祷告里面说 你曾以圣灵借着我们祖先大卫的口 就说出了我们会遭遇迫害的事情 所以这位上帝是在历史中启示的上帝 这一个被抓的事件 对使徒来讲可能是计划之外 但是对上帝而言 却是历史中的必然 因为这位上帝 他也是历史的主 他已经预定要成就这一切 而这一切是他的旨意 过去人们逼迫上帝的先知 如今人们逼迫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 而这是上帝的手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 你面对意外的时候 你用这样的角度吗 你会说天哪 怎么这样 但是当你讲天哪的时候 你并不是宣告上帝创造的权柄和位置 你只是大喊一声罢了 五年之前的农历过年 对我们家而言是一桩意外 每一年过年 我的父亲 他有很多的兄弟 我们就会轮流在不同的 熟熟勃勃家里吃年夜饭 五年前的那个过年 刚好轮到 要来我们家吃饭 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但是那一年的农历过年 我的妈妈她癌症 躺在床上 相当的严重 他们来我们家吃饭 我的妈妈当然没有办法做饭 但是感谢上帝 我的太太非常会做饭 所以呢 她就做了一整桌的饮业饭 我的叔叔伯伯 爷爷奶奶姑姑 都到我们家来 既然来了我们家 我的爸爸就说 所以吃饭前要做谢饭祷告 因为他们绝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 这个谢饭祷告对我而言 非常的困难 我的妈妈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 我们在客厅 吃年夜饭 请问你要怎么样做谢饭祷告吗 哦 主啊 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去一年身体健康 No 看起来没有 哦 主啊 感谢你让我们这一家都平平安安 我要告诉你 一点都不平安 那个时候我们在台中服饰 我们每个礼拜要往返台北两次 我们已经把统联客运 所有的电影都看完一轮了 我那一群不是基督徒的亲戚朋友 他们要怎么看待我们这个家庭呢 我们的家庭有我爸爸 有我妈妈 还有我只有三个人 后来加入我太太 这三个人里面十多年前 我很年轻的时候得来症 那个时候我的妈妈也得来症 这个触眉头的家庭 为什么过年时候要来呢 当我要做泄犯祷告的时候 这一位上帝在我们家 他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他在什么位置呢 那一天的泄犯祷告 我就像这一群遭遇了一个意外的使徒一样 我说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上帝 我们感谢 上帝的高度 上帝治愈我们的人生 上帝治愈我们的教会的高度 从来就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上帝是创造的主 上帝是启示的主 上帝是历史的主 当这群门徒遇见这个形势力里面没有出现的事件的时候 他们依然把上帝放在应当放的位置 他们把自己放在应当放的位置 那一年的年夜饭 我试图告诉我的亲朋好友们的是 上帝的信实并不因人间的苦难而改变 上帝的信实仿佛因为人间的苦难而更显得宝贵 若没有上帝 我们这一家真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你会如何面对意外呢 你会用这样子的角度吗 或者我们仍然觉得意外是可以预防的 我们仍然觉得意外是可以检讨 列管 下次小心的 或者我们面对意外 我们总是有着惶惶不安 有着焦虑 仿佛我们总要追求一个趋吉 避凶的人生 意外总会发生 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这群使徒们 让我们学了第二个宝贵的功课 在他们的祷告里面 如果上帝在意外之上 对他们而言 上帝超越这个意外 在这个意外之上 上帝是创造的主 上帝是历史的主 上帝早已发出意言 这个意外对上帝而言并不是意外 所以他们就邀请上帝来 进入这个已经发生的意外之中 你何不邀请他进来呢 第二十九节和三十节 让我们留心看这群人的祷告 这群人的祷告是说 主啊 他们恐吓我们 现在求你建察 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 传讲你的道 求你身手医治 借你圣扑耶稣的名 大行神迹歧视 他们的祷告不是 主啊 把那些人都抓起来 主啊 让我们更安全 主啊 让我们的福音行动 不会受到搅扰 主啊 保护我们 有更完整的策略 主啊 消灭我们的仇敌 他们的祷告是说 主啊 事情发生了 求你建察 那一些恐吓我们的人 建察之后 上帝你要怎么做 是上帝的事情 但是上帝是建察人心的上帝 所以他们祷告说 主啊 求你建察 同时呢 也赐你的仆人 大有胆量 传你的道 他们需要的是胆量 他们祷告 祈求的是胆量 而不是安全 他们祷告祈求的是上帝 赐他们胆量 传讲主的话 而不是赐他们安全的环境 有许多人 就会来到他们中间 意外 所带来的一个 整个系统的挑战 就是 这个系统已经全然改写 传福音的行动 不是一帆风顺 教会建立的行动 也不是和乐平安 在十度行传里面 他们已经完全地改写了 他们脑中的思维 因此他们向主的祷告事 是我们胆量 同时呢 求主自己伸手工作 做医治的工作 透过耶稣基督行奇妙的大作为 让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工作 结合在一起 使人看见 我们的上帝是截然不同的 感谢观看